健康2.0 凱文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 現在新冠肺炎全球大爆發 大家在台灣防疫做得好 勤洗手戴口罩之外 就不斷的噴 然後可能噴一噴 到處擦擦擦擦擦 你是不是也這樣子生活了很久 結果現在我們就發現說 產生一些相關的問題了 當然這個要趕快緩解下來 否則恐怕這疼痛 會跟著你一輩子 在我們現場的晨熙梅醫師 你自己有一個女兒 而且站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現在還是個幸福的孕媽咪 所以你最近特別緊張吧 其實你知道 現在有兩個高風險群 一個叫醫療人員 我們現在有可以做篩檢的 就是從國外回來的 跟醫療人員那都是 假設你有任何症狀 我們就認為你有可能是風險群 第二個就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慢性病還有孕婦 所以我兩個全中 所以我現在其實就變得 比一般人再更加緊絕 包括黏我的包包 從以前是買小包 現在瞬間都只能全部換大包 為什麼 因為要裝很多東西 除了口罩它很輕以外 我包包其實都基本上必備的東西 我以前其實真的不是一個 很潔癖的人 但最近我黏我老公 都覺得我有點神經病 就是我在家 包包裡頭隨時會必備的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衛生紙 一個是因為我沒有空去排酒精 所以我會準備自己家裡做次氯酸水 一個就是要省著點用的酒精 因為很難買得到 所以我每次假設我到了一個餐廳 尤其是帶著我的小孩 小朋友的時候會直接吃 我就會變得很神經質 我基本上一到了餐廳 我不管這個餐廳是不是乾淨 上面有沒有客人 我都一定會先拿次氯酸水 把整個桌面擦乾淨 擦完之後 噴一下 然後再擦 噴完後15秒 我再把它弄衛生紙擦 讓它可能可以有殺菌的作用 就你立刻擦掉 怕它還沒有達到它的效果 你就擦掉了 擦完之後我連這個都會擦 就是這個邊邊 因為醫師小朋友 或者是有時候你會靠在上面 我們的衣服就有可能會沾染到 然後我們再用酒精 去噴我們真正會接觸到的手 手的地方 我都會弄這樣的方式去 在我的比如說去餐廳 或者在外面 如果會做一段時間 我都必須要用這些配備 所以我的包包就深等了 小包變大包 那素卿妳呢 我覺得很多人也跟我一樣 第一件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很多人喜歡 往我們的手上噴酒精 比如說你想想看 你一天的行程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出門 現在我盡量搭計程車 因為我想說公共汽車太擠了 很難防 搭計程車開了門關門之後 第一件事情 拿我的乾洗手出來 給妳 先噴 噴… 為什麼呢 噴好之後 拿出我的口罩套 把口罩拿起來戴上 這個時候才能開始做事情 因為剛才摸了車門對不對 好 坐坐坐 要下車了對不對 下車這個時候 絕對不能付現金 我就是拿出我的手機來 按行動支付 放好之後放回去 好 下車 這個時候還不能脫口罩 開門 開門這個時候又沾到手把對不對 這時候進去某辦公室 某辦公室一定要量體溫之後 再噴手 噴好手之後 所以是不是像這一種 就像這一種的 對 那個地方有的用壓的 然後壓壓壓 然後噴完之後 接下來到了定點 才把口罩拿下來 因為這時候手是乾淨的 拿下來之後 再放進口罩套 好 這是一件 這是第一天進第一個公司 就已經兩次了對不對 那我有一天 你看我要去餐廳 現在連外帶他都要來一次 外帶 外帶 因為你要踏進他們公司 他就必須量體溫 然後請你洗手 好 所以 然後接下來去另外一個攝影棚 或者去其他地方 所以我有計算過 我一天最多 被往手上噴酒精 應該可以噴到十次以上 因為你一直進出 一直進出 進出 而且你要脫口罩幹嘛 都要先洗 因為你說在外面不要戴口罩 在家裡要戴口罩 在試鏈要戴口罩 所以這樣子 後來你也發現 我本來就是有那種 汗泡疹的人 所以第一 汗泡疹復發 第二 富貴手復發 但這只是皮膚的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 副作用是什麼 副作用是因為這個時候 有那種資訊焦慮症 所以一直不停要滑手機 看最新的狀況滑滑滑滑 滑到大拇指 現在都會痛 像很多人 心梅剛講的 到了一個餐廳之後 或者大家 到了辦公室 會先擦桌子 像我們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我們播新聞 一進去 以前我們就是帶好麥 試完音之後 就坐上去 準備要播 現在不是大家就開始噴... 然後噴完之後就 擦... 就變成說肩膀 其實活動度變得很多 你這個孩子是針對外面有懷疑 我朋友因為家裡有五個小朋友 所以他特別的懷疑 他家裡一天 他光是用那個什麼 漂排水的稀釋 然後擦地板 大概要擦三次 為什麼 因為老公回來 小孩回來 外面東西都會帶回來 所以他一直存在不甘全感 他就要刷 那他家小孩衣服本來就夠多了 他現在又覺得 每天應該要換衣服 因為如果每天不換衣服的話 病毒不就會殘留在家裡面嗎 所以不是只是拿去陽台通風 這麼簡單的事情 所有人回家 先去廁所把衣服脫下來 脫下來之後他開始洗 所以他說 他最近媽媽手又復發了 他以前就是因為 就是很愛這樣磨磨擦擦 現在說他覺得整個快崩潰 好 這要來請教一下小熊維尼醫師 也是我們的張基的骨科主任 請問一下 最近是不是真的 類似這樣像肩膀活動比較多 到處擦 到處清潔的人 肩膀疼痛的人看診變多嗎 我們最近門診 這是肩頸痠痛跟手痠痛的病人 是越來越多 然後我仔細問起來 他就是很緊張 就像剛剛兩位所說的 就不停的消毒 有些現在是因為工作量比較少 在家裡比較久 他可能會開始擦家裡的東西 整理家裡 想要給一個安全的空間 所以再加上就是外帶 就是我們外出去吃飯的時間少 自己煮菜的時間也多了 所以拿主菜的洗菜或是拿東西 還有洗碗 這些肩頸的使用 手部的使用 還有洗衣服的量 這樣子都會讓我們手部的活動更多 再加上背著包包又變大包了 真的 背著包包變大包 所以提上來跟洗手跟反覆的差 就讓我們的骨科門疼 關於手部的跟肩頸痠痛的病人 就會越來越多了 好 因為你遇到的 如果是肩膀方面的問題 大概你遇到的病患來是什麼狀況 最近大家可能都會拿 測綠核酸水或漂白繩去拖地有沒有 然後以前又沒有這麼頻繁使用 最近大家是天天掃 所以以前沒有的狀況 然後你現在天天在做的時候 就等於說重複性摩擦突然變多了 有人甚至睡到睡一睡 然後早上起來突然間 手就抬不起來了 可能測睡壓久了 有可能最近磨損比較多了 發炎 沾黏等等 重複使用上面 所以五十肩最近病人也是變得比較多 五十肩 我想這是骨科很擔心的 如果只是肩頸痠痛 好像還會舒緩 但五十肩就麻煩了 五十肩的話 它大概有幾件事情是需要注意 就是它的症狀比較明顯 就是說我們的肩膀 它會有一個持續的慢性的疼痛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翻身就會覺得痛了 突然間肩膀痛醒 時間久了之後手就會抬高 或者是要往外轉的這個動作 會越來越受影響 如果你有出現這三個症狀 大概就是五十肩會找上你 五十肩大概是耗發在我們的 四十歲到五十歲 然後女生居多 然後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會特別用得更多 他的肩膀 他的時期大概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初期的時候就會疼痛 就會覺得 就是肩膀痛痛的 然後動的時候會有一些不舒服 是很痛 還是說就是一直存在那種 他會覺得悶悶的痛 但是他是一個廣泛的 比較不會說是局部的某一點痛 廣泛的 所以多廣泛 整個肩膀的都在前方 然後他通常都會說就是說 他要穿衣服不好穿衣服 要抬高要把衣服穿下來 或是脫衣服的時候 會引發他的疼痛 尤其是抬高這個動作 這個疼痛久了之後 他就會變成開始會影響到我們的 手抬高或是手往外轉的這個動作 慢慢的就是變成就是 可能連刷牙洗臉都抬高 都有點困難 梳頭髮也有困難 脫衣服穿衣服就會受影響了 所以這個姜應期還有一個名字 我們叫五時間叫做 我們叫做冰凍肩 我就拿這個吐司來示範 正常的肩膀應該就是 我們的彼此的環印 就是組織之間是可以活動的 像漢堡當中 或者是吐司當中的草莓果醬一樣 比較滑 它有一些潤滑液它可以活動 它不會沾連在一起 如果我們把這個吐司拿去冰之後 它就兩個會結在一起 就動不了了 這時候就是我們的姜應期 就是要做冰凍肩的時期 這時候就很需要 就是趕快就找到一個好的 一個復健的環境 或找一個好的復健師 幫你做一些徒手的復健 或者是使用一些抗發炎的藥物 或者是可以打一些抗發炎的藥物 或是打一些玻尿酸 讓那些沾連的地方給分開 就可以讓我們的症狀 可以獲得緩解 那在你剛剛提到的 這個漢堡已經 電鏘鏘鏘了 動不了了 我們的肩膀真的也會這樣子 對 最常見的就是 早上起來我要刷牙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蠻痛的 就只好換手刷 然後梳頭髮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要拿一個吹風機梳頭髮 它變成其中一隻 是沒有辦法抬得很高 然後另外接下來就是要換衣服了 現在我們穿西裝外套 這個動作要抬高穿進來 它就會沒有辦法 就只好先穿痛的那一邊 再穿好的那一邊 很多女性患者 他們會抱怨說 沒辦法穿內衣 最多是這樣子 就是手沒辦法往後扣 這個我有個人經驗 對 沒辦法往後背到那麼高 但是這個我本來也一直想問醫生 就是我有一度 就是有非常嚴重的這個症狀 這個最嚴重的時候根本沒有辦法 對 沒有辦法舉到後面 但是我當時不敢相信 因為我認為50間是50歲以後 上應該才會 請問一下中間的那個數目嗎 我那個時候真的不到40 但是我為什麼知道我是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那時候問了物理治療師 我說我這個症狀 然後他就幫我舉手 看一下我能動的角度這樣子 後來他就很含蓄的說 對 你的關節活動 確實有一點點受限 我說這個意思是 他說這個意思是 我說你是說50間的意思 他說是 傳統 俗名叫做50間 我說 你是對於這個病名晴天 噼哩啪 50歲 我想說我才30幾歲 我只不過是覺得很疼痛 活動受限扣內衣也很難 然後他就這樣給我搖一搖 舉一舉就說 對 你就是確實很明顯的 關節的活動度受限 我說這是 對 俗名是50間 可是我後來就好了 就是意思是 他也不是一定會走 走到固定就不會好對不對 對 所以你那時候做了復健 我那時候他就教我就是說 爬起他格子的那個復健 他說你慢慢慢慢一點點 一點點做這樣子 然後就是合併使用一些 止痛藥物 OK 好 那麼也要請教一下 這個陳醫師 所以剛剛一直提到說 到底要怎麼樣判別 是不是50間 我們有時候現在過度清潔 可能會有點痛 會有點不舒服 但是到底是不是50間的前期 怎麼判別 對 其實剛剛肅清 他是真的有經過物理治療師的 認可說他這個是屬於50間 但是其實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肩頸這個地方 除了有所謂的50間以外 我們會有一些肌腱炎 我們會有一個叫夾頸症候群 我們會有一些這個旋轉肌瘦的 一個肌肉受損 所以這個地方除了我們說的骨頭 跟骨頭的關節以外 它還會有肌肉跟肌腱發炎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教大家一個 非常簡單的動作 我可能站起來做 大家在電視機前面 很簡單就可以去看看 你的關節活動度 我們先講個概念 其實我們這個肩膀的一個 上臂的骨頭 跟我們的肩膀的關節 它不像我們其他的地方 是蓋得比較緊 它是比較淺的 所以我們可以有 比較多種的活動空間 第一個就是往前的動作 來 肅清做做看 往前 舉高 還有沒有50間 往前 舉高 對 如果你能夠自由的舉高 那你的這個往前 那這個關節的 關節腔的運動是OK的 再來從側面往上 側面 往上 對 如果你可以做到 我覺得都OK 你可以放心 但最後一個比較關鍵的是 因為這個 可是我側面往上 只能到這邊合理 這有些人是夾緊折磨去的 我也會 可以就對了 對 那再來第三個 其實這個關節 除了往前 往上以外 它還有一個是可以旋轉 所以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把手放了90度 然後往上跟往下這樣子轉 如果你這幾個動作 其實做得都很順暢 那你的關節腔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會覺得還是有疼痛感 可能是肌腱或肌肉 因為我們在脫地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是肌肉太腸壯了 因為我往下轉的時候 也是會卡住 蘇星姐 其實這樣子還是50件的特徵 等一下 因為說有一點受限 關節活動有點受限 還是有一點沾黏 對 所以你是會卡到哪裡 我大概到這邊 沒有辦法下去 真的 真的喔 那潛意你呢 你都OK 可以啊 可以喔 對 你少來 你不要人痛 沒有受傷 其實臉部是很痛的 弟弟這樣不行 OK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請義偉 帶大家先來做 我們既然講到50件 你先做50件的好了 剛剛如果有人像素卿 這樣有點受限的話 可以拿一些動作 讓他慢慢改善 其實我們就看 他在哪一個階段 所以如果他今天 在最疼痛的這個 第一個時期 疼痛期 通常是急性發炎期 這個時候我們做的伸展 會比較緩和一點 基本上我們只是讓關節拉開 大家常聽到中排運動 拿個重物 讓他垂著前後左右晃 所以蘇星姐以前在最痛的時候 其實物理治療師應該有跟你說過 輕輕地讓他搖晃 讓他的肩關節 這樣不會痛嗎 其實會有點酸酸的 其實因為疼痛其實非常痛 就有點像我們剛剛那個漢堡 黏得很緊 然後我們先給他搖一搖 這樣在發炎的時候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其實 只是讓他拉開 關節中間有點尖細 讓他的關節 一直稍微進去到關節中間 稍微潤滑這個很疼痛 在他發炎中的關節 所以我們可以做另外一個 拉筋動作是 我們把疼痛的手 如果可以的話 稍微背到背後 背到背後 另外一隻手去幫他 因為通常很痛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把它上去 好殘忍喔 蟹也不痛 蟹也不痛 這拉不過去了 把他背到背後之後 另外一隻手去抓他的手腕 然後我們往斜下方 另外一個方向 斜下方拉下去 所以輕輕地拉他 如果正常的人做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呢 還是沒關係 不會 完全可以 這個東西其實對你的肩膀很好 好 那觀眾朋友就一起做吧 這個時候你的肩關節打開了 它是宮骨 跟我們肩胛骨中間的關節 這個時候產生了一個肩細 然後我們關節意義就在這個時候 滲進了我們的關節裡面 所以我們輕輕拉到底 停留大概10秒鐘 重複3到5次 這是最適合疼痛期做的 第一個動作 高度對我來講適合嗎 然後會產生什麼問題 這個高度現在對你來講 其實是有一點太矮了 因為包括如果裡面有一個 比較重的鑄鐵鍋之類的 你拿起來 根本是在做健身運動 然後肩膀也很痠痛 然後整個洗完完 就會跟老公吵架 就是190公分 老公是來看腰跟脖子 我們會慢慢的做一個 再拉開多一點點周圍肌肉的動作 所以很像以前我們玩的 大象鼻子那個動作有沒有 另外一隻手輕輕地幫他帶到 可能會痛的地方就要停了 再見 再見